觀眾朋友你好 今天我們來講 台灣電視的問題 一直重播 更棒就棒 周星馳的電影 可是有兩個新聞非常重要 一個是今天非常多的平面媒體 都有報導說 美國的DMG的執行長 要買臺灣的東森電視 花多少錢 一百九十五億新臺幣 這真的叫做天價 這個是叫做正常的媒體併購行為嗎 還是說現在中國在思考一個叫做打臺灣 不如買臺灣 因為DMG 在中國的最大老闆蕭文革 如果根據百度的說法是 他具有解放軍的背景的這個色彩 會不會是這個叫做中國的陰謀 又或者是說很多人說不要逢中必煩 如果說第一個這個是DMG 美國的執行長 個人要買的話 那跟中國的這個董事長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就算中國的這個董事長 恐怕之前有所謂的部分軍系的這個色彩 這難道真的要把它擴大解讀 叫做國安疑慮嗎 這是一個今天早報很多都報導的這個消息 第二個很可能在這個禮拜 廣電三把就要通過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之前談了很久說 為什麼我要一句話 過六百塊 五百幾塊 看百多台 沒到一台看錢 我為什麼不可以說 我只要挑說 譬如說新聞臺 我挑個一臺 電影臺 我挑個一臺 綜合臺 戲劇臺 我挑個一臺 一臺 我只看個六臺 七臺 八臺 九臺 十臺 我交個一百塊 兩百塊就夠了 我不要看了一百多臺 都不是我要看的 分組付費的概念 非常可能在這個禮拜就會通過 可是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變數 包括說你真的可以用一百塊 看到基本的頻道嗎 會不會反而說 爛魚爛電視爛節目更加多 另外一個還有牽涉到所謂的壁載 有時候現在你看那種 以前說 到那個安德拉 無線的這個頻道呢 是不是通通都要在有線系統裡面 通通都要出現 而現在在數位化之後 包括光光電視就有公司一臺 公司二臺 包括說華視 中視 臺視 民視 一臺變成四 五臺以上 難道通通都要避載嗎 當然還有黨真軍的問題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臺灣的電視 是不是真的沒救了 還是臺灣的電視終於有救了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大學新聞所的教授 洪真林 洪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洪老師 臺年的立法委員 最近一直在推有限一百 無限免費的立法委員周霓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 阿曼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康仁俊 親中好 大家好 待會我們用視訊連線 長期在關心臺灣電視圈發展的 中正大學傳播系的副教授 管中祥 管老師 不過我們來看看 DMG要用一百九十五億 買下臺灣的電視系統 東昇 真的可以嗎 又真的不行嗎 外媒報導 美商DMG娛樂集團 將花六億美元 約新臺幣一百九十三億 收購臺灣東森電視 雖然傳出是以集團創辦人兼 執行長丹密辭個人名義購買 但是該集團的董事長 蕭文革出身解放軍家庭 也引發各界質疑 是中資插手臺灣媒體 報紙都在登啊 東森電視是賣給 這個董事長叫蕭文革的 是來自中國大陸 大家在疑慮是不是有中資的問題 申請案並沒有送進本會 本會當接到這個申請案的時候 一定會依據相關法令去嚴格審查 DMG娛樂是美國的大型媒體娛樂公司 隸屬DMG控股集團成立於1993年 來自中國大陸 旗下擁有DMG娛樂和DMG傳媒兩大子公司 還跨足房地產事業 目前集團執行長為丹密茨 董事長為蕭文革 總裁是中國前體操冠軍吳斌 集團由三人共同創立立委批評 DMG的創辦人丹密茨已經承認購買的事 還說和中國的關係不會影響在台的投資 NCC的官員則是證實 DMG在一個多月前有來拜會 詢問外資入股的相關規定 他就很有信心的說 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不會構成這樣一個投資的障礙 你們到底跟人家談什麼 只了解國內對於這個外資 如果來入股我們的頻道事業的時候 應該遵守哪些規定 NCC強調 目前還不知道DMG 是用什麼名義提出申請 不過任何中國大陸的資金 都不可投資台灣媒體 未來如果遞見 經濟部投審會會嚴格審查 股東成分和股權結構 NCC也會嚴格把關 紀爾成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 我們現在透過視訊連線 請教中正大學傳播系的副教授 管中祥 管老師 不過管老師我先請教你一件事情 這個主要是洛杉磯時報所報導的 那其中最大的關鍵 如果我們透過百度百科 那百度當然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 搜尋引擎跟入口網站 蕭文革 也就是DMG 在北京創立的時候 董事長 蕭文革是誰呢 如果根據百度的說法呢 說蕭文革是軍人家庭出身 曾經在政府 當然是中國政府 然後政府機關工作過 然後後來到美國去打拚 那他也演了非常的重要一部電影叫 建國大業 那後來在美國發展得很好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說這個是美國DMG的執行長 用個人名義來買 為什麼不行 第二個就算他牽涉到背後 可是這也現在 因為大家對蕭文革是誰 真的是很陌生 如果說這是美國的公司來買 可是他跟中國北京 當然有一定的所謂的母子公司的 這些關係 這樣子也不行 鍾翔 我想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在現有的法規當中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其實基本上來講 已經對於中國在臺灣 可以投資的這個事業 已經有一些限制的存在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條件的限制 不過我想這個問題 最大的並不見得是不是 中資投入的問題 投資的問題 而是一個更大的是 我們臺灣長期對外資的 這種所謂的過於寬鬆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外資 其實他可能不只是 單純的每個國家的資本 他可能是臺灣的資本 或者是他可能是中國的資本 他去投資了 英屬蓋曼群島 或是英屬維京 其他公司 然後再回到臺灣來投資 所以其實臺灣的媒體的資金 真正是誰的 我覺得他其實常常是一個米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 是真正的這個所謂的資金的擁有者 我想這件事情除了反映出 兩岸之間的比較特殊 或是緊張的關心之外 事實上更重要的是 我們對外資的管制 特別是投資媒體的管制 實在是太過為寬鬆了 所以當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媒體所有權是誰的時候 他其實對臺灣的 這個不只是在所謂的節目的內容 文化甚至在國家安全恐怕都有一些影響 這是必須要去注意的問題 不過鍾翔我想請教你 之前臺灣的電視 這種所謂的彼此併購 意囑的情形 是非常普遍 從大家記憶最深刻的 不管是中市 中時的帳 還有中天的這個意囑案 中天的併購案 以及之後 包括伊電視賣給年代 然後包括其他非常多的 這種電視經營權的移轉 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 我們需要特別嚴格呢 其實也不是只有 這件事特別嚴格 如果有信聰 或是各位觀眾朋友 長期關心 我想美改團體的一些主張的話 其實你剛剛談到 不管是伊電視 或者是旺中 中家的這個併購案 其實很多人都會跳出來反對 這個反對的原因 不單是不是所謂的中國因素 而是一個大型資本 或者是跨國資本 如何影響到本地媒體的產業 以及文化還有民族的問題 中想我請教 如果真的賣給DMG 究竟對於台灣 或是對於東升 會有什麼好的或壞的影響嗎 我想DMG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他要買的是東升 而東升是系統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一件事情 在台灣的這個 所謂的有線電視頻道的上下架 其實絕大多數都不是觀眾做決定 也不是NCC做決定 而是系統業者去做決定的 那特別是當台灣跟中國之間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緊張關係的時候 那我們在看到過去中國政府 對於所謂的媒體控制 或是對言論自由的控制 其實都是歷歷在目的 一旦他控制的這個系統 他就有可能會影響到 所謂的新聞台的上下架 而當新聞台的上下架受到影響 他當然對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中議長請你等一下 我先請教洪老師 你對這件事情叫做樂觀 其成還是充滿疑慮 到目前為止 當然是充滿疑慮了 那我想剛剛確實 關老師有提到了幾個 包括台灣現在的管制的法令 跟媒體的結構的問題 那我想有幾點在釐清 就目前既有的法令來講 因為以這個個案來講 他牽涉到外資 那我們其實對於外資的管制 基本上兩個面向 一個是一個單純的外資 那另外一個是中資 入資 那在台灣我們對於入資 其實是有特殊管制的 所以以他這次所要購買的標的 不過我想澄清一下 就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來講 他的東森電視 應該是指東森旗下的七個電視頻道 比如說是東森新聞台 還有東森的綜合台 還有他們的財經新聞等 那七個頻道 我剛剛念出這三個 其實我想這個大家就要非常有警覺 因為東森目前所屬的七個頻道裡面 有兩個是新聞頻道 好 那就這個部分 那台灣對於媒體的外資 以東森電視來講 它是衛星電視的頻道 我們對外資的限制 是不得超過50%的直接的事故 那可是就入資的這個部分 依據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以及相關的這個 這個兩岸人民的投資的一些規範來講 我們目前並沒有開放 入資可以來投資跟經營台灣的媒體 所以其實就這兩點來講 會造成我們今天這個個案裡面的爭議 那剛剛確實信聰也有提到是說 確實我們現在只能夠從 已經浮上檯面的一些訊息來判斷 到底這個交易他的資本究竟來自於哪裡 那我們當然可以看到是說 現在是有所謂的DMG這樣的一個企業 那如果以這個企業 這個公司本身來講 雖然說他是在洛杉磯的一家 美國的公司 好像表面上是一個外資 可是從資料看得出來 很清楚的是 他的控股公司在中國的北京 所以依照我們的相關條例來講 這完全符合入資的要件 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 如果這個資金涉及這家DMG的來源的話 這完全是入資 必須要予以駁回 那洪老師跟那個周委員 我要請教你 這個是洛杉磯時報的報導 那今天其實絕大部分的平面媒體 都是引用這樣子一個報導 洛杉磯時報怎麼說呢 說DMG這家公司的CEO 叫Dame Mings 看起來好像也是個明星的樣子 然後他要買臺灣的電視 包括整個系統 然後頻道這些的 就Network 用多少呢 六億美金 折合臺幣 就是快要兩百億新臺幣 特別重點 他是說什麼 這個是已經達成Agreement 但是之後當然還有臺灣的這些主管的 這些機關去做審查 可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 這個美國DMG執行長 他怎麼說 他自己也清楚臺灣的規定 說如果這個是中國人 或者是一家中國的公司 要來買臺灣的電視 那不行 那問題大了 可是Dame Mings說 他不是中國人 所以說這個是going to work 這可行的 絕對買得到 所以我想請教委員的一點是說 如果這個Dame Mings 儘管說DMG後面可能那個大老闆是中國人 而那個大老闆部分可能具有所謂的解放軍的色彩 但是Dame Mings用自己的身份來買下臺灣的東升 有何不可能 這個事情其實是給人覺得很煩惱 很憂心 我們其實不曉得說 政府他在執政的這七年多的時間 他還要賣臺灣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是一步一步的 一直走向就是跟中國越來越靠近 為什麼今天這個新聞出來 我特別的憂心是說 雖然剛才也根據主持人你在講說 他就是Dame Mings 他是一個美國人 他根本就是一個外國人 外資這樣子 我們何必擔憂 但是外資也不可以對我們的媒體 超過50%的一個受限 這也是一個限制 每個國家對自己的媒體 他保障自己國民的 知的權利 這個都是政府應該是很很慎重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說 他這個集團的董事長叫蕭文革 他不僅是在中國的官方服務 他的爸爸叫做蕭靖光 更是中國解放軍十大 就是軍頭之一 不過委員 因為這件事我也去查了一下 其實還是有像蘋果日報 他說其實用各方比對 好像蕭文革的爸爸不是蕭靖光 因為從蕭靖光的整個資料去看 好像他沒有一個兒子叫做蕭文革 所以我想講的是說 第一個蕭文革是誰 大家搞不太清楚 那百度裡面有談到說 他具有部分的說跟軍方解放軍的關係 可是目前沒有證據說 他爸爸就是所謂的中共的十大開國將領 我們會不會太逢中必反 我們的資料也是有顯示說 蕭文革本身就有在解放軍裡面服務過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站在我們國家的國防部來講的話 解放軍是我們現在唯一的敵人 是我們國家的國軍的唯一的敵人 我們也都知道中國的這個新聞自由是 這個程度是很低的 它是非常不自由的 我們知道自由自家的排名裡面 199個國家裡面 中國是排在186名 倒數13名 這是中國的他可以呈現的 所以我們很難想像說 一旦他用這麼輕易的 就進入到我們的這個媒體裡面 甚至你看控制的這個系統台 我們最近其實也是洋洋灑 一直在討論這個廣電三法的問題 他們會給予觀眾什麼樣的一個資訊 他們會掩埋什麼樣的資訊 我覺得這幾年其實 中國我們看到部分的一些新聞 這都好像是有些人刻意帶出來 要不然的話 我們都知道比方說 中國有非常多的黑心食品 但是他們的媒體很多也是不敢報導 不能報導 不準報導 那我們去思考說 以我們台灣現在的狀態 我們是要走到 走向更自由民主法制 所以你是堅決反對嗎 我是堅決反對 但是儘管Demmings用個人身分 跟所謂的DMG 這間公司一點關係都沒有 更無所謂跟蕭文革的關係 你還是堅決反對 這個我們進來他要審查 他經過審查 也就剛才教授有講到 說現在在中國的 我們的投審裡面 是中國中資是完全是不能 來投資我們的媒體的 那外資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 你看很多的群島 什麼島都是都在外資裡面 其實你看不太出來說 他到底他幕後誰 可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董事長 都已經知道他是蕭文革這個中國人了 那我們的審查單位 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應該更謹慎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的國民做負責任 我們介紹第四位特別來賓是美改蒙的召集人葉大華 我想請教一下大華姐 我就是儘管就是剛剛忠祥也談到 不是說這一次才檔 之前其實檔了很多次 不管是伊甸市之前的交易案 甚至更早之前的所謂的望中交易案的時候 其實更多的力量在反對 但是後來都過了 我們來看看一零年的時候 八大從MBK賣給外商英拓 賣多少六十億 中交網路 後來當然是不被通過的 伊甸市在一三年的時候 賣給的年代 從伊傳媒賣給年代 賣多少十四億 八大 後本來是外商英拓買下來 後來再賣給永債 賣多少將近三十億 TPBS 那當然主要是香港TPB的這個股權轉換 現在其實到底是誰買 不是那麼那麼的確定 所以有人跟王學紅可能有關係 賣多少呢 四十六點九五億 這一次呢 再談的是凱雷要把東升賣給DMG 以娛樂集團 可是美國DMG的執行長說 他是用個人身份買的 所以無關美國DMG 更無關中國DMG 傳聞是說一百九十五億新台幣 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照之前的資金 不是中國的資金 是用個人身份來買 有什麼道理擋他呢 當然我想因為從這個表 就會看到這個DMG 他個人的名義買 事實上他已經高於市值了 對不對 那越買越貴 那當然我們想說一個人 如果要買一個東西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說 如果他這個財力他去買 那當然這個是他個人的選擇 但是因為媒體本身是一個特許財 他事實上也是一個屬於一個敏感性的 一個產品 所以每個國家對於媒體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管制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一個外國人 不管他基於什麼動機跟旅遊 我們必須要了解說 他為什麼想要買 而且選擇在此時此刻 大舉的把這個資金操作來買一個 可能看起來他跟台灣 也沒有任何關係的一個產品 為什麼他會做這個動作 剛剛提到說 其實我們目前就有一些投審的比例 或者說我們要求外資 不能夠超過一半 這是基本的底線 所以我也覺得說 假如今天我們已經引起這麼多的 輿論的疑慮的時候 NCC更應該要把關跟延伸 我也認為不一定是 他是中國的問題 而是說只要是任何外資 外國人 不管他個人還是這個集團的方式來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想要投資 來影響台灣的媒體市場 這樣的產品 事實上我們都要高度審慎的看待 不過人機兄我們真的要什麼事情 都把他這麼高度的政治化 難道不可以說在商延商 Den Minx講說他為什麼要買東昇 主要是說第一個他有頻道 有新聞有綜合有戲劇有購物 還有兒童臺 再來是他有系統 所以他有平台有 content 他認為說這個是華文圈裡面 最強而有利的潛勢股 當然及早入竹 那多少錢值得 他認為一百九十五億 我想問的是 這難道不能單純 就在商延商來看嗎 從我們自己在媒體 我們也是媒體的主管 事實上台灣的媒體 確實有一些會遇到 經營上面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希望 有更多的資金挹注 我覺得這就是媒體的現況 那只是說以目前來講 我先從第一個階段 就是說如果就法令來說 他確實在目前的法令上面 他有限制中資 他能夠投資的範圍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管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有很多其實他可以 用很多的方式 譬如說交叉持股 或者用很多的方法 他去規避了所謂你資金來源 所以你看過去幾個案子裡面 我們的主管機關 就是說包含他審查 經費來源的部分 你哪一個能夠證明 他哪一筆錢 哪一塊錢 那個比例是來自於中資或什麼 所以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面 我想委員這邊很清楚 查核上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但是因為既然法令 他目前是這樣定 所以既然大家有疑慮說 我倒覺得他跟這個所謂的解放軍 倒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他的資金的部分 確實是有來自中方 或者大家有這個疑慮的時候 那我們的主管機關 我們投審會這些 你怎麼去做查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其實比較好奇的是 Demmins他的說法 也就是說大家為什麼會討論 執行長通常在集團裡面 負責什麼樣的職務 一個執行長用所謂個人名義 你就做老闆就好 你這麼好 你就做老闆 我就自己來買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執行長說 我用個人的名義 來看好這一塊的市場 除非你要自行創業 因為我們對執行長 CEO所負擔的工作 跟董事長負擔的工作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有計畫的 就是說 我明明知道台灣的法規是這樣 那我知道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在上面做文章 所以我一直強調 我用個人的名義來買 那這個部分 它是不是另外一種規避 那我覺得這也是 是我們會比較去在乎的 您剛剛提到很多 這個台灣重大幾年的裡面 整個重大的媒體交易案 其實它程度也不太一樣 就是說有一些 它其實炒的是資金的來源 譬如說當時在這個旺旺中時 或者是中家的時候 可是有一些談到的是 所謂媒體壟斷的部分 那這個媒體壟斷 其實我們因為長期 自己在媒體工作 我們會比較認為說 我們很多事情主管機關 並沒有定一個很明確 或者是我們的學者 其實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有一點空談的地方 就在這裡 比如說壟斷這件事 就我們自己所知道的資訊 台灣並沒有針對壟斷這件事情 告訴大家講說 什麼樣叫做壟斷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是跨平台的 我跨了不同的媒體 我擁有電視 我擁有報紙 我擁有廣播 我擁有雜誌 我擁有很多東西 這樣算不算是一種壟斷 還是我只是說 我有幾個頻道這樣叫做壟斷 所以我們當時在跟NCC的人 在談論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他們也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式 所以您剛剛所提到這些道具 為什麼到最後很多會成交 即便他後來吵得沸沸揚揚 因為你提不出一個有力的數據 告訴大家講說 對不起 你現在這個行為 已經壟斷了台灣的媒體市場 你確實對市場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們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 所以就媒體經營角度來講 如果今天有一個 能夠在商言商的方式 就是譬如說我市場機制化 我真的覺得說 你這個公司值得投資 我來進行投資 可是我們也會比較關注就是說 現在大家在疑慮也來自於 如果東森集團他今天面臨的 就是說我營收上面的困難 因為你知道媒體的這種 所謂交易或被交易的傳聞 私底下一直都很多 如果這個集團他平常交易 他的平常營運狀況也都很OK 突然以一個這樣的一個金額賣出去 在這樣一個時間點 再加上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應該很清楚知道台灣的法規 所以他告訴你我用個人身份 過去台灣這邊也有很多 用個人身份買的 他一樣到最後也是成交 不過黃老師我換個角度請教你 現在是所有人都在在意的是 股權背後的資金來源 所以到底是蕭文革 是不是中方的資金 但是說實在 政府要去查核的能力 是少之又少 因為全球資本的流動 他錢轉到任何一個國家 再轉出去 透過資本的流動跟交叉持股 你說實在的他如果真的想要你買台灣 來打你台灣的話 你真的去查你也查不出來 所以當所有人只在意說 他背後的那個股權的時候 你反而會忘了一件事情 這個交易之後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 因此他就會陷於兩難 如果台灣的電視都已經這麼難看 他也許是經營出了問題 也許是人出了問題 你又限制他不可以去轉手的話 會不會讓台灣的電視死得更慘 可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這幾年來台灣電視圈一直在轉手 真的有讓我們變得比較好嗎 好我想我還是先澄清一下 我們對於這一個交易的個案的一些想法 因為剛剛當然信聰也一直質疑說 難道我們逢中必返嗎 那我想這不是一個虛無的概念的問題 這是法律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的媒體市場 並沒有開放中資 並沒有開放入資 所以這是個法律問題 不是一個純然的意識形態 或概念上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想要談的是說 那媒體的操作 因為你剛剛也提出一個問題說 我們不能讓他在商言商嗎 那媒體他是不是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 完全我們讓自由市場法則運作 如果這樣我們就不會有公共電視的存在了 好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那媒體他其實是一個文化性的事業 所以他其實跟一般的企業 當然要受到不同層次的控管 所以我們不然我們就不會有特許事業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實就算在現在全球 這個資本流動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或者是說國家的這個貿易壁壘的消除 這種國際的自由貿易 這麼盛行的時代 其實即使是歐洲國家 他們還是提倡一個叫做文化免疫的概念 叫cultural exclusion 那在這個部分就是說 這種文化的影視的產業 他不應該單純的放在一個 完全的自由市場 然後開放國家講解 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被討論的 所以我想從一個回到這種文化的免疫 跟一個文化主權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真正在意的 那或者說換個說法是說 我們真正在意的是說台灣的影視環境 他的結構是怎麼樣 或他提供什麼樣子的媒體資源 是有助於我們的文化主權 跟文化自主性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個案 那我還是要回到我剛剛的立場 這疑慮當然很大 我必須要說至少從目前 我們所看到這些資料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交易 那他的不正常之處在哪裡 一個是說他的交易 我們剛剛其實幾位來賓也提到 交易額是高於市值的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資金來源到底是什麼 所以剛剛當然信聰也一直強調說 人家明明就說我是用個人的名義來買 說穿了這叫規避台灣法令 其實以這一位執行長他的說法 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說 哈哈你們的法律沒有辦法 我找到你的漏洞了 對 其實我們過去的很多交易案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像旺旺那個案子 基本上也是如此 我們台灣其實有很多的疑慮 那以旺旺來講 他至少他還是一個台灣人的這個資本家 只是因為他的獲利大部分是在中國 那所以那個時候大家所提出來 是說我們疑慮你這個資本 是有親中的色彩 可是他都還不算是中國 可以直接控制的資金 可是到了現在這個DMG來講的話 他確實就是中國的控股 他確實是有中國控股 那你可以用一個說 如果我是這個企業的執行長 這麼重要的位置 請問你六億的資金哪裡來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是說 其實在現在這種企業的 這個投資模式裡面 很少有用個人資金 你可以買下50%以上的股權 他這個股權其實已經超過50%了 所以我必須說 至少從目前所釋出來的資料 包括這位執行長自己所陳述的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交易 那如果從一個維護這個國家的文化主權的 這個角度來講 那我們的主管機關 不管是投審會或者是NCC 難道我們連一個能夠去維護文化主權的 這樣的一個嚴格審查都做不到嗎 那這個我其實是會非常高度的質疑 不過中小我再請教你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漏洞 其實剛透過我們的討論 其實已經很清楚 現在我們規定 中資就是不能買媒體 所以他說我不是中資 我是個人名義 那就算你明明知道說 他在規避你審查 但是投審會 是不是能夠做出這樣子 一個準博的依據 可是我們來看各界怎麼樣看 DMG要入主東森 東森國際發言人他說呢 這個是凱雷跟DMG在談的 現在還沒有收到董事會要開的時間 台聯的說法是說 這個太不尋常 遠高於市場行情 交易動機不單純 NCC要嚴審 其實最關鍵應該是在投審會 可以去認定他的資金來源 不可以讓解放軍 來控制臺灣的媒體 台藝大廣電系的教授 賴翔衛賴老師 他說呢相較你去查 他背後資金的來源結構 行為管制更重要 因為如果你買下有線系統的話呢 誰可以上架 誰要下架 就他說了算 所以那不是只有內容的問題 他還有上下架這種壟斷的這個問題 沒關呢說DMG要買東森呢 要比照外資持股不得超過五成 最基本的刑事審查一定會守住 可是現在是當他專漏洞的時候 政府該用什麼態度面對呢 鍾翔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就是 到底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查外資的來源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我們看到很多跨國銀行的借貸 今天他如果是一個跨國的集團 要來借貸的話 基本上來講 他都會去查得很清清楚楚 這個要借貸的這個公司 他是不是有問題 他的資金是怎麼來的 難道一個政府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嗎 他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就是 我們就是去放棄了這點所謂的 對媒體的所有權的管制 這個是一個更根本 因為當時台灣就是要吸引外資 以為外資進來之後 台灣的媒體才會更好 但是我們看到他其實並不是 反而我們的這種所謂的文化的自主權 或者是整個媒體的品質 並沒有因為外資進來之後變得更好 那我當然並不是反對所有的外資 甚至也不進來說 全部的中資都不可以來投資台灣的媒體 我覺得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他的投資必須要清清楚楚的 到底是誰投資 他的子公司 孫公司 這個部分的產權是不是能夠清除 第二個 他進來投資之後 如果他是投資系統 那當然我們就必須要保證 這個上下價的自主性 並不是完全的控制在系統的手裡 那因為這個其實是因為他會影響到 什麼樣的頻道可以被看到 什麼樣的頻道 不可以被看到 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當這些東西都沒有完整的時候 你一面的開放外資 那或者是說你讓外國人投資 其實對台灣的媒體產業 文化跟民主是相當不利的 不過我要請教 包括中翔在內五位來賓 就是說我們當然完全清楚媒體 不管你是商業電視台 或者是公共電視台 都有他絕對的公共性存在 所以他跟買一間什麼 那個奇奇怪怪的公司 那不太一樣 因為他有他的特殊性在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對這個限制 對那個限制 我們真的有讓台灣的電視 變得比較好嗎 當台灣電視越來越慘 越來越爛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救 真的救得起來嗎 這個禮拜很可能會通過廣電三法 當然也很可能沒辦法通過 其中最最最關鍵的 那恐怕是有限電視的一個最大革命 叫做分組付費 現在你是繳五百多塊或是六百塊 看到保一百多臺 但是恐怕沒幾臺是可以看的 未來很可能會改成說 你要挑這一臺 挑那一臺 挑個五六七八九臺之後你付個一百塊 兩百塊的這個概念 而最重要的一個衝擊就是 那種沒被挑到的 很容易就被淘汰掉了 被挑到的 他恐怕會有更多的資金跟廣告量 可以挹注他提升節目品質 可是很多人在質疑說 這個是講好聽的 因為恐怕很以後會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更慘的情形 我們來看看廣電三法到底要怎麼修 以後電視收費方式可能有所調整 台聯主張透過廣電三法修法 降低有限電視基本頻道費用 從每月平均五百多元降到一百元 已經有人在這樣子做 你應該是要要求站在人民消費者這一方 要求業者去努力改善 不要是說去剝削或浪費 不過基本頻道的概念引發爭議 根據目前行政院提出 有限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 未來強制有限電視業者 將公視以及台中華民等無限四台 全都列為基本頻道 引發衛星電視業者不滿 像商業無限台剛剛講的這些黑心的內容 就讓他到商業的市場去公平競爭 他怎麼可以繼續使用壁仔的特權去佔用公共財 無限平補是人民的資產 這個壁仔只不過是保護人民 避免他的權益被剝奪 讓所有的人能夠看得更多更清楚 國民黨團希望無限台至少保留壁仔 但民進黨認為事關各方業者利益 應該交由業者之間在協商 所以我們現在在廣電商法修法 也只能壁仔也只能壁仔 也只能壁仔 不可能說讓他們所有的商業台都進來 涉及到商業利益的這種競爭的話 我們認為還是應該請行政機關出面協調 然後來廣泛的聽大家各方的意見 18號廣電三法在立法院進行第四次黨團協商 無限壁仔也獲得一家N的共識 黨政軍條款原本打算一股都不行 18號協商出現轉折 渴望放寬到間接5% 25號將再開黨團協商凝聚共識 不過待會兒我先請教你們 這次修法真的修很多 所以很多東西會混在一起 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釐清楚 黨政軍這是另外一個所謂的 能不能有持股的部分 當然包括說那個民進黨跟臺聯說 絕對不可以 可是國民黨說個案審查 行政院說不可以超過10% 這個等 等一下再談 無限臺可不可以閉仔 這個有一點複雜 我們也等一下再談 我們先來談這個基本頻道 也就是分組付費 我想問的是說分組付費 是不是絕對要做 是不是對臺灣電視真的是可以起死回生 當然我想從一個消費者立場 我有多一點的選擇性 比如說現在我們多一率 就是大概500塊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500塊我根本不需要看那麼多頻道 當然對消費者立場來講 也許我有個最低消 最基本的收費的標準 我不用看那麼多台 但是我可以看好的內容 我可以接受 但問題就在於這個低消是怎麼訂的 就現在講的無限系統台必須要閉仔的這些五台的內容 裡面這些內容 到底是不是一般民眾認為說 是不是把它降為一百塊就可以接受的 特別是這些內容為什麼要 到底哪些內容是閉仔到這個有限系統台之後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 這內容上面有沒有真的有這個所謂的公共性 所以分組付費你是支持的 對 但是如果是用一百塊定基本頻道 可是這些基本頻道是本來你在無限就收得到 你本來是零元 現在反而要出一百元 才看得到這些所謂的無限臺的頻道的話 你認為這個要神聖是好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就是不清楚 這個所謂的一百塊的內容 到底就是目前來講的各個政黨的 這個版本當中 並沒辦法看得很清楚 到底一百塊的這些內容 閉仔內容到底是什麼 那另外講回來是我們更concent 就是說在站在公民團體立場 我們還是覺得現在的這一些無限頻道 這一些台 這無限舞台 到底他們有沒有進到他們的公共義務 除了公共電視之外 對 我們其實有個主張就是說 如果趁這個機會要修的話 事實上應該全面性來看 過去我們在講的這個廣電三方的修法 有個部分是要防止媒體壟斷 但另一部分要防止媒體壟斷 很大的部分事實上你要壯大公共媒體 這時候的修法不是難道也該同樣的來權衡這件事 無限頻譜是不是可以重新再繳回 再重新重新分配來調配 讓這一個公共媒體的 這一個公義性質可以更放大 是 我也透過視線請教鍾翔 鍾翔 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廣電三法 無限的 有限的跟衛星的 這叫廣電三法 炒了很久很久 那現在終於有那麼一點點思希望 可能這個禮拜會通過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說 如果你按照現在的修法方向通過的話 恐怕是必大於利 你認為嗎 我覺得其實分組付費是一個必須要做 或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就像剛剛大華提到了 其實現在我們在看有限電視是一種 視照報導概念 可是大部分的頻道我們是不會看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有一些基本頻道 或者是所謂的分組頻道 就是我想要看哪些頻道 我自己挑 那這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 那至於這個所謂的無限電視 是不是要放在B宅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考量到這個無限電視 本身的特質到底是什麼 那既然他是廣電三法的修法 甚至他會變成是一個數位 匯流的五個法案 那他其實就應該把整個無限電視 拿進來看 我要說的是說 在過去無限電視 他佔了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他自然而然的 從一個頻道 變成三個頻道 或是四個頻道 可是這個是不是合理的 或是當他取得了這個三個頻道 或是四個頻道之後 他是不是應該要去 符合更多的公共利益 例如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徵收某個頻道 某個電視台好的 假設是台式 這個頻道是專門做新住民頻道 中式的某個頻道 他專門可能是做兒哨的頻道 那他還是可以做商業的營運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可以支持 他是放在這些所謂的 幣載的頻道裡面 那也就是說 他要幣載是可以的 但是他必須要盡到他的公共義務 非常謝謝鍾翔跟我們做思緒連線 不過委員我要請教你 其實很多人對於所謂的 有限一百無限免費是支持的 可是也有很多NGO團體跟學者 是有一點疑慮的 就是如果說你為了達成說 只要繳一百塊 就可以看有線電視 結果你看到的 通通都是原本不用花錢看的 無線電視的話 那這個一百塊繳的不是冤枉嗎 我想問的是說 有必要急著在這個禮拜通過嗎 我想這個並不是說非常急 但是他已經放在立法院 已經放了三年多的時間 他討論的過程也非常的久 那其實這一次我們黨提出來 這個有限一百的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 就其實非常多的民眾 是非常的開心的 我們知道我在基層在走 因為他們一直告訴我們說 看電視怎麼過 都五百多塊 難看到四個還要六百多塊 對 而且他就是 他說他們平常 我們也有資訊 其實一般民眾 看電視其實 這個有最近的一個資料 說其實百分之87的人 看不到20台 他們其實看電視看不到很多台 那差不多只有4%的人 才高於30台 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民眾對於說 我們繳這麼多錢 而且有限 其實無限是被迫上架到有限的 這個系統台裡面 我們也都知道 如果你現在想要看無限台 你就去裝一個 你去裝 找天線裝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無限台 但這幾年 因為高樓大廈這麼多 不像我們以前的環境 所以你以前都在四樓頂 你就裝的就看得到了 目前也是這個情況 那未來 因為數位會流化之後 現在大概100多台 未來會變成到400台左右 所以它其實頻寬是多很多的 那為什麼我們說無限必載 無限的頻道 它其實富有 它是公共財 大家剛才都說了 那麼它也有富有很多這個 社會的這個公共教育的責任 所以說這個跟 這個跟一般的商業台 或是衛星台 他們很多出資爛造 是完全不一樣 現在立法院不管是不同政黨 或是立法院跟行政院達成的共識 到底是什麼 是公識 原住民 客家 華視 台視 民視 中視 通通都要 must carry 必載 無限台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院版 行政院版是1加N 那個N不是幾台 N是條件 也就是說所有 你只要有到達這個高畫質的 有好多條件 這個我們有請NCCC 他們其實應該要提出來 今天我們的總召也有在 主評是一定必載 後面那個N是什麼 看條件 看你有沒有達成 N是條件就是說 你高畫質有到這個程度 再來你可能在播 自製的節目裡 你有超過五成或是七成 這個是條件 所以只要到達這些條件的 你都可以放入必載裡面 那這時候是不管你是無限台 或是你是衛星台 你通通都可以來申請 那這總要就是說 保障我們人民知的權利 那保障這些文化的 或是弱勢的 剛才有說到 我們希望兒少 我們希望新住民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納入進來討論 我甚至覺得說 我覺得應該在無限台裡面 應該要有 那客家跟原住民 到底有沒有避展 當然有 你看我們的提案 其實也非常清楚 我們也覺得 我們台聯的提案 也非常清楚 客家 你看這是我們的提案 在這個裡面 我們保障的是 應指定系統經驗者 免費提供固定頻道 固定喔 然後播送客語 客家語言 原住民語言 以及教育文化之節目 所以這個是通通納入在裡面 我看你剛在搖頭 這個是我們台聯提出的修正動議 就是後來修正 就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原來的條文裡面 並沒有針對圓明台跟客台 這個部分發展 他其實刻意 有限電視業者 他必須盡得公共責任 他反而並沒有回來要求 但是我們這個已經提出來了 而且我們不是說昨天提的 這個是已經 我們應該至少是在本會期 我們已經提出來了 原來的條文是只有寫公共電視法 原本是那時候是沒有 但是我們在這個會期 我們經過 就是說我們有提出來說 各個黨團 如果還有什麼意見的 請大家都提出來 所以現在是大家都同意了嗎 客台 原住民公司 這個禮拜才要協商 還沒確定 因為我們禮拜三會協商 但是這個是一個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 尤其像我們台聯 一向是說 我們是站在扶助 弱勢的這個角度 這個客與台也好 原住民台 這都是一向是我們很支持的 這個沒道理反對地產 可是洪老師我想請教 如果像剛剛周委員談到的 現在已經不是一乘以二 而是一加N 也不是說你華視畢載之後 你華視一臺二臺三臺四臺五臺六臺 通通都進去 也不是說臺四五臺 通通都進去 而是一臺主頻 但是你有如果達成某種條件 你才可以再加一兩臺 或是幾臺的這個數位頻道進去 我想問的如果是這樣 廣電三法還有什麼爭議嗎 廣電三法現在爭議 其實還是蠻大的 因為到底是一加N還是多少 其實我看好像目前超越 對政黨之間並沒有共識嗎 至少就你所整理出來的這個版本 我想其實must carry這個概念 當然在傳統的媒體管制裡面 它確實是一個行之有年的概念 可是它的條件改變了 過去是因為科技因素 所以因為你無線電視受到的 媒體的規管的程度 是比較嚴厲的 所以在科技力有未代的情況之下 透過有線電視能夠讓 即使在偏鄉的民眾 也能夠收看到無線電視的節目 現在第一個條件改變了 第二個是說 現在就是說我們的無線電視 它到底承擔了多少的公共責任 它提供了什麼樣子的品質的節目 確實這 我想這也是很多的公民團體 其實在質疑的地方 所以現在大家試著提出來 一個新的概念是說 它必須符合避載的條件就是 我想當然最直接的條件 就是它是公共媒體 是 所以當然我也很認同就是說 台聯的州委員這邊所談到的 包括圓民臺 包括我們的客家臺 跟公共電視這些集團 應該都要納入避載的頻道 可是商業的無線電視臺 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是不是維持無條件的避載 我覺得這個東西 確實是還有疑問 甚至應該做得更極端 就是把這無線臺的頻譜 通通都收回 就我剛剛提到的 對 那這當然是另外一個考量 另外一個可以考論方式 那衝擊就更大了 對 因為這些無線商業臺很奇怪 你如果直接打開電視去看 跑馬丹在跑什麼 它下一節哪一些節目內容 可能這些節目 這些新聞 或者說這一些戲劇 可能來自於中國的 或者它也會有這個臺 是來做購物臺 也有一些做業配的內容 所以它完全就跟一般 我們在有線系統臺一樣的內容 為什麼它可以佔有這樣的 公共財的頻譜 所以我還是回來講說 講到那個黨政軍這個條文 也是我們可以開放買媒體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覺得 這次廣電算法很有爭議的地方 就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力推 讓開放政黨買媒體這件事情 雖然說是間接持股5%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對照來講 無線頻譜是不是也可以 重新釋回的時候 重新調配 要不要一個就是針對 所謂人民監督的國會頻道 這個事實上是民間團裡 倡議非常久的 所以你今天都可以開放政黨買媒體了 你現在把它解禁了 事實上大家會有疑慮的是什麼 你今天是一個應該被監督的人 結果你就會擁有監督的武器 人民怎麼監督你 無線頻譜本來 它就是一個公共財的根源 還有一個公益性 不只是公益性還有公共性 所以我們會支持 像公共電視應該不要受限自己的裁員 趁這個機會開始壯大 公共媒體的資源 但是如果這次錯過這個機會 就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也覺得說 如果讓大家攤開來談 是不是你今天的這個無線頻譜 也有一個讓人民監督的 國會頻道也進來 或是NGO可以有的一個頻道進來 或是剛提到的新住民 或是各種弱勢族群禁用的頻道進來 這樣才對 對於那一些 現在已經佔有這些頻譜的無線商業台 事實上如果你避免掉 它會造成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就會機會的問題 或是說它違運上的困難 那好 那你就重新標售 所以你要強調是說 不要急著在這個會期處理 對 等到新的國會 新的民意出來 再經過充分討論 必其功於一億 不要急著在現在 可是這已經待了三年多 通過不了 你再過個一年 真的會比較好嗎 我相信我們現在有把一些爭議點提出來 因為其實廣電三反要處理的議題 不會只有這個 只是因為這兩個議題相對來講 是比較有爭議性的 因為還有所謂反媒體壟斷的一些 媒經分離這些問題 事實上更是原先廣電三反要處理的議題 但是很可惜 就是在這三年多的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不過人據我要請教 在座大概只有我們兩個是吃電視飯 你曾經在年代也帶過 我想問的是說我們談了這麼多 電視真的會比較好嗎 那個比較好有很多的層次 第二個他公益性會比較好嗎 第二個他可看性娛樂性會比較好嗎 我想說其實我們這陣子在應徵新的同事 還有說我對電視充滿了憧憬 充滿了熱情 我說老天爺 我們都已經一隻腳走進去墳墓了 你還在對這個產業有憧憬 我想問的是說 不管是廣電三法的修法 不管是我們對於買賣媒體的限制 以及他公益性的強調也好 到底接下來台灣電視真的會比較好嗎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電視被罵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台灣電視在今年的金鐘獎 綜藝類節目竟然是重缺 竟然導致非常多的爭議 沒錢沒人沒創意又沒熱情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今年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只有三個音樂性節目入圍引發爭議 品質低落 創意不足 娛樂不夠 知識沒有 那唯一進步的是科技 藍組衛還說 評審團原本打算讓綜藝節目獎項入圍重缺 不過綜藝節目主持人吳宗憲也有話要說 頒獎典禮當天吳宗憲提到 電視頻道從老三台到現在開放到一百多台 做節目的資金明顯變少 大家節目都做得很辛苦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啊 評審 錢 它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 卻是萬萬不能 根據國內媒體調查 台灣綜藝節目的製作費 和其他國家落差很大 像是中國 平均一級製作費 高達3300多萬元 是台灣的35倍 對於電視節目的困境 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管中翔建議政府 音像系統業者抽稅 投入節目製作 或出錢讓公廣集團自製戲劇 另外由政府安排節目播出管道 像是規定公式黃金時段播出自製劇 讓好的節目有機會被觀眾看見 不過仁君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這個問題就是機身彈 單身局 沒錯 電視做成爛成這個樣子 你好意思待在電視圈 你才給我一點點錢 我做什麼電視 我能做出來 就已經那個天底下很厲害的事情 這個結構這個邏輯可以被打破嗎 在廣電商法可以被實現嗎 我覺得有一些難度啦 誠實講 就是說我們看有線電視的發展 無線電視的發展 你說衛星頻道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先講廣電商法的修法 我認為這會其實要過有很大的難度 你光看各個政院版國民黨民黨台聯 各自都有不同的意見 你光協商就協商不完 所以我覺得比較有可能是 可能部分的條文 他在沒有爭議 大家比較沒有爭議的狀況下 或許可以先過 那其他的我認為 要過有一些的難度存在 因為就我所知道 黨團的黨邊有人就沒有簽字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還有一些討論 第二個就是說 無線它變成避載之後 那無線就消失了嗎 這個是有線系統業者或有線台 他們現在在討論 就是說為什麼無線變到我這邊 變成避載 那你無線你要不要也釋出 我們大家一起來 因為無線也是公共財 有線也是公共財 所以我覺得他的問題就存在 就是我們當時在無線電視的時候 最早只有老三台 那後來的時候民視加進去 後來像公視也再加進來 可是我們自己看著 因為我以前在廣電基金當講師 我們看著這個所謂無線電視台 從一個頻道 變成三個頻道的時候 那時候無線電視台 因為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誠實的講 那時候那兩個頻道 很多也是拿來播重播的 那直到說他今天願意再重製 再製造新的節目的時候 事實上你用他現有的資源 你叫他開拓新的 他會有難度 他就變商業電視台 這也就是有線電視台 他現在會覺得就是說 你也是商業台 你跟我講公共財 你跟我講說你付有多少的公共 這個社會責任 那你告訴我你付的社會責任的比例 有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當然各自你講他的各自利潤 我覺得都站得住腳 可是回到了觀眾的 您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那我有線電視 我電影台唐播復點秋香看八百遍 你一年播八百次 我看做那也是看得笑呵呵 他難道沒有一個可以被選擇權嗎 就比如說一百元的這件事情 以MOD來講 他提出了很多的套餐 我們現在走到有線電 其實你現在走的這種網路的系統 他是不是能夠提供給觀眾 就是一個收視戶 比如說我交一百塊 NCC他其實不需要去明定 就是說我避宅 我避宅是一回事 我是不是要限制說 你那二十個頻道 我舉例 比如說我要一百塊 我可以收視二十個頻道 但我是不是要去規定 你的二十個頻道 你必須要選擇什麼 我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還是我 因為其實現在科技非常發達 我就讓你用選的 我就直接跟系統台 我就訂購說 我想要看1 2 3 4 5 5 6 8 9 10這樣 我自己做選擇 選擇完了之後 事實上他就避開了就是說 無線台本來要收費 本來是免費的 現在突然進掉避宅之後 我要收費的問題 因為我還是這樣強調 難道無線台它變成避宅之後 無線就消失了嗎 對有線系統台 對有線來講 他會覺得說為什麼 憑什麼你一個人 可以佔著無線的資源 你又可以佔著有線的資源 有線台的人也會希望說 那我也要進去無線的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在修法裡面 是可以有一些的討論 委員 無線可以到這個壁宅裡面 是因為它有符合條件 它並不是無條件讓它可以散 所以我剛才也在強調 不管是無線的或是衛星的 他們只要在符合條件 知道它製造 製作公共的 它負擔的這些教育 文化的責任 自製的節目的程度到一半以上 然後它這個高畫質的節目 它的自己的品質 這些它都可以進入到無線裡面 那無線為什麼必載 因為無線提供給有線系統台 他們是免費的 它不用 它不會給它收錢 所以你其他的有線台 是要收錢的 這個部分是大家很... 所以我們再說100塊 不是說你只看20台 是20台的 如果有20台的壁宅的話 另外還會有20多台的有線 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這樣其實加起來40多台 其實很多的民眾也覺得 這樣子是很不錯的一個 我真的有可能100塊 看40幾台嗎 這個因為它有壁宅 寬頻已經來到400多台 你也知道就到時候 這個數位匯流化之後 是會有到400台 這麼多台的 所以人民的選擇 我們給它做一個它的保障 而且我認為這個降到100塊 真的是還財於民 太貴了 好 我想台灣這個媒體環境 之所以到現在這個狀況 確實有線電視吃到飽 確實是一個原罪 那好 分組付費 我們也認為 學界向來認為 應該要這樣推 可是但我不懂的是說 台聯為什麼提出來 也是100 其實我覺得如果回... 好 妳說妳喜歡跳舞 妳身材又沒有蔡依林那麼好 講到歌喉又沒有遺傳到我 脾氣又這麼壞 那妳光跳舞能夠當明星賺錢嗎 妳一直看到她的微笑 其他什麼都不了解 妳這樣真的不行啦 都偷看多久了 都要畢業了 還不衝 妳要不要趕快吃包算啦 衝什麼衝 我不認識她 講到重點 妳不去認識她 當然什麼都不知道啊 她是... 她是阿克